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3月1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妄为独报》 我是Trey 据美国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消息 中国流亡商人郭文贵 因策划超过10亿美元阴谋欺诈 于15日上午在纽约市被捕 美国政府没收了其超过6.3亿美元的 涉嫌欺诈收益 综合自由亚洲电台纽约时报报道 检察官办公室新闻稿指 纽约南区检察官达米安·贝莲姆斯 和联邦调查局FBI 纽约外地办事处负责人助理主任 德里斯科公开了一份12项罪名的起诉书 指控郭文贵和余建民涉及各种 电汇欺诈 证券欺诈 银行欺诈和洗钱指控 郭文贵已在15日上午在纽约市被捕 并于当天下午出庭 余建民目前在逃 检察官威廉姆斯说 正如所指控的那样 郭文贵领导了一个复杂的阴谋 从他的数千名在线追随者中 骗取超过10亿美元 郭被控用偷来的钱中保私囊 包括为自己和他的近亲 购买了一座5万平方英尺的豪宅 一辆价值350万美元的法拉利 甚至还有两张价值36000美元的床垫 以及资助一艘价值3700万美元的豪华游艇 新闻稿说 郭文贵是一名流亡中国商人 自2015年左右以来一直居住在美国 并在网上拥有大量的追随者 大约在2018年左右 他成立了两个据称是非盈利组织 即法治基金会和法治协会 并利用非盈利组织聚集追随者 这些追随者与他声称的中国政策目标一致 并且也倾向于相信过 关于投资和赚钱机会的说法 FBI助理局长德里斯科尔说 今天的起诉书称 被告是欺诈数千人 于10亿美元的幕后黑手 欺诈性投资骗局 使无辜者成为受害者 最终损害了公众 对金融系统完整性的信心 联邦调查局继续将调查 复杂的金融犯罪作为重中之重 任何试图实施这些罪行的人 都将面临刑事司法系统的后果 据报道 同案另一名被起诉的余建民 为香港及英国双重公民 主要居住于英国 于拥有并经营着 该计划的核心众多公司和投资工具 并担任其财务架构师 郭和鱼的金融操作 至少依赖于四个相互关联的部分 GTV媒体集团农场贷款计划 G俱乐部云印有限责任公司 和喜马拉雅交易所 报道指出 郭文贵的律师没有立即发表评论 报道称 郭文贵是美国政治人部班农的商业伙伴 2020年8月 班农在诈骗案中被捕 正是在郭文贵的游艇上 川普后来赦免班农 班农也不承认这些指控 中共二十大后 官媒新华社即发文指 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主动要求退下来 并赞誉他们高峰亮节 近日两会闭幕 新华社再次发文指 两会换届人士酝酿过程中 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表示退位 又以高峰亮节形容 有分析指 中共搞独裁统治 所谓全过程民主都是骗人的 官媒主动透露这些 中共高层人士的秘密 实际上也是被自己辩解和掩饰 综合报道 3月13日 中共全国两会落幕 这次两会上 习近平将一众亲信布局 在国务院和人大政协关键位置 团派的李克强协任总理 汪洋协任政协主席 原副总理胡春华转入政协 官媒新华社当天晚间 发布7000多字长文 披露新一届国家机构 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产生过程 文章提到 在人事酝酿和征求意见时 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主动表示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让相对年轻的人上来 表现出高风亮节 云云 去年10月24日 中共二十大新一届中央领导层出炉 新华社也披露 在酝酿人选和征求意见时 有人主动退出 有分析指出 中共政治一贯黑箱操作 根本没有什么主动退出 都是他说了算 这实际上也是激烈的权力斗争 澳洲资深媒体人政治博士林松分析指出 这里暗示主动退出的 可能是说 李克强 汪洋 胡春华等人 说他们主动退下来 没有提出异议 没有提出反对 所以表扬他们听话 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表示 根本不存在主动退下来 加入共产党都不可能批准你主动离开党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 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主动退下来 陈维健认为 这完全是一个假新闻 谁会主动呢 现在退下来的人 他都已经给你打了招呼了 你自己打个报告吧 已经告诉你了 你就自己识项点 如果这样的话 你退休的待遇怎么样 我们还可以考虑 如果说不提出退下来的话 组织部门可能要有一个管理 都是威胁的 不可能有一个人主动退下来 在中共体制内高官有联系的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王军涛表示 没有李汪相伴 胡春华应该自感无助 主动退出的可能性更大些 至少能保命 中共官场太险恶 激流勇退不失使民智 针对领导人主动退位 显示高风亮节的论点 有推特评论文指出 习近平当年说 胡锦涛高风亮节 主动让出领导岗位 十年后自己不仅没有退位 还把人家赶出会场 网上另有不少评论认为 新华社文中提到 有大量山雪条件 但换见结果却是 习家班全面上位 看来展现宽阔胸怀 主动退位的都不是习家班 显得很讽刺 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 3月15日表示 在美军无人机被俄罗斯战斗机 拦截坠入黑海之后 美国官员告诉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 莫斯科在国际空域飞行时 必须更加小心 同时他表示 美国正在采取措施 确保在黑海上空被击落的无人机 不会落入外人手中 综合报道 美国14日宣布 美军一架MQ-9收割者 情报和侦察无人机 被一架俄罗斯苏-27战斗机击中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说法 俄罗斯战斗机击中了无人机的螺旋桨 迫使美军将无人机击落 事件发生后 国务院就此事 召见俄大使 已表示抗议 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通信协调员 约翰科比 在接受CNN采访时重申 我们传达给俄罗斯大使的信息是 他们在美国资产附近的 国际空域飞行时 需要更加小心 这些无人机 以完全合法的方式飞行 执行支持我们国家安全利益的任务 他表示 俄方才是需要更加小心的人 美方正努力确保坠入 黑海的无人机 不会落入外人手中 科比告诉CNN 在不涉及太多细节的情况下 我可以说的是 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 来保护我们那架特定无人机 他说 无人机是美国财产 美方不希望看到任何敌人获得它 科比还说 鉴于收割者无人机坠落黑海的深度 打捞工作会很困难 美国官员说 当无人机被缺乏能力的俄罗斯飞机 不安全和不专业的拦截并击中时 他正在国际空域中进行常规操作 美国军方在此前的声明中称 两架俄罗斯苏-27战机 在执行拦截美国MQ-9无人侦察机的过程中 俄罗斯战机数次向无人机倾倒燃料 并做出在无人机前飞行的不安全动作 最后其中一架速27战机与无人机相撞 不少媒体称 此次事件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首次发生美国与俄罗斯的直接交锋 多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上周 共同提出了一个支持美国与台湾伙伴关系的新法案 授权美国对台湾政府租借武器和补给 以便对北京当局发出明确信号 表明美国已准备好武装台湾 以防范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侵略 据美国之音报道 2023年捍卫台湾民主借租法 是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马莎·布莱克本 再次提出的法案 法案授权美国对台湾政府提供一个武器租借项目 以防范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入侵 在捍卫台湾民主租借法之前 美国国会去年曾经通过支持乌克兰的 捍卫乌克兰民主租借法 并由拜登总统在去年5月9日签署生效 这项法案重新启动了一个美国在二战期间的租借项目 允许美国政府绕过一些官僚程序障碍 加快对外国政府提供武器 美国1941年的租借法 授权时任的美国总统富兰克里·洛斯福 租借而非出售战争补给 给任何被美国视为对保卫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 这些补给包括战戒 战机 武器 口粮和原材料 安慰《台湾民主租借法》将协助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 并且在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 潜在地对台湾发动的入侵时 保护台湾人民及居住在台湾的美国公民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T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